好 头条新闻先带您来看到 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而国道的路况 高宫局表示说 部分国道是呈现回堵的状况 但是每个小时都会减少车流量 预计七八点回堵的情形就会减少 从高宫局国道及时影像可以看到 在国道的五号 从头城到平邻北上路段 目前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 而根据高宫局的回应 由于下午发生了多起的车子引擎故障事故 所以降低了整体车辆前进速度 预计是要到今天晚上八点过后 塞车情形才会得到疏解 另外就是其他塞车的路段 在北区部分是国道一号 竹北到湖口路段 还有国道三号关西到龙潭 大概也是要到晚上七八点 塞车的状况才会陆续的解除